现在时间楼舍机晚间6点01分 后视追踪名声关注 惊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 来到2023年8月1日礼拜二 东西岸联播节目 惊风时刻的节目现场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余浩 由于疫情问题和中美关系问题 美国华裔正在经历台华法案之后 另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 但是随着美国华裔的觉醒 包括很多民间的这些协会 百人会啊 华裔民选官员协会啊 旅美科技协会啊 UAC啊等等等等 我不一一列举了 很多很多的协会 无论是非用力组织的 还是一些注册游费团体的努力啊 我们看到美国华裔正在积极的 维护美国的种族平等精神 今天我们特别要说一下 在我们以往报道或者是讨论中 很少提及的 但是绝对是维护华裔 这个权益最有力的一群人 也就是我们正在成长中的华尔代 他们从更深的文化领域里面 以论物细无身份的方式 把我们华人的文化呀 价值观呢 甚至他们自己成长中的迷茫与挣扎 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 特别是好莱坞电影的方式 展示给美国民众 以及全世界的民众 我们本来呀 想计划邀请集团 一些代表性的华尔代呢 来到我们的节目 但是不巧 因为他们呢 都在参加好莱坞演员 发行的这个行动 所以呢 不能够参与我们的这种宣传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今天呢 请到了他们的家人 来给我们讲述一下 这些优秀的华尔代 在好莱坞的这个艰苦的 这个打拼和他们取得的 优异的成绩 那么今天的两位嘉宾 第一位是爱在台北 这个电影 Sophia的扮演者张乔星 Charlesey John的父亲 张晓妍博士 张博士你好 你好 第二位是爱在台北制片人 也是剧本 这个原创剧本的名字 叫做台北爱情传的作者 邢丽美 Eddie Gell的父亲 Ray Hing Ray你好 主持人好 张教授好 纽约和洛杉矶 观众们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华人对子女的教育 一直都是很关注的 在中国大陆来的朋友 可能比较熟悉 我们一般都是希望 自己的子女能够读好一些 科研上面的 比如说数学 数理化这方面 对吧 在大陆的人经常说 学好数理化 所遍天下 都不怕 很少有父母 愿意或者支持自己的子女 进入这个演绎事业 我对这个事业 其实就很担心 是这样的 我觉得 在 我希望我的子女 参与的是一种 不当明星 也能够有一份稳定工作 稳定收入 养家糊口的工作 我们前一段时间 在讨论 好莱坞 演员工会 罢工的时候 就说过 这个演绎工作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也不是我们华人 特别擅长的 所以我先 想请这个张博士 您 我想问一下 您是不是一开始 就很支持 自己女儿的演绎事业呢 这是有一个过程吧 一开始的时候 说是在小孩 他从小的 他比较喜欢 做体操啊 然后华兵啊 也是像其他华人小孩一样 弹钢琴啊 是吧 这个 他比较喜欢体育运动的 这个孩子 比较从小就好动 而且他 就这方面比较长相 刚刚自己也去 在当地做了 很多次做模特啊 给当地杂志 五岁时候就开始 给当地杂志做模特什么 所以他有这方面的 exposure 这种 但是呢 我们一直就觉得 支持他的爱好吧 但是同时 心里边 在作为家人 还是想的是 将来还是找 一个比较稳定的 比较有 有稳定收入的这样 特别是我们第一代 华人移民 更考虑的是 这个稳定啊 但是没想到 这个女孩 她自己呢 一方面学习的也不错 各方面也都好 她在学校里边 也是在中学 就在小学时候 就跳了一级的原因啊 然后 实际她的 树里话也不错了 我记得她在那个 十年级的时候啊 就是 她那个时候 在当地最小 因为她 跳了一年了 她记者最小 然后进去以后 就演了一个 30秒钟的 一个非常小的角色 在里边说一句话 但是这个过 这个经历呢 使她呢 一下就对这个电影啊 就就非常感兴趣 非常感兴趣 然后就是她说 然后回来就跟我们讲 说 皮斯堡太必赛了 我要到到洛杉矶去 好像我们也吓一笑 说这个 他那时候还很小 说14岁 中学还没上完 高度都没上完 但是她就有这种想法 所以我们也很纠结的 一方面 就是我们作为家长 我们最大考虑 就是什么呢 就说你即使到 第一到好莱坞太难了 你说你说 你1000个人里边 能一个进花布大学的 那你可能那1万个人里边 去能一个人进好莱坞 这个比例就更大 这个难度更大 而且你去了以后呢 你很可能的 没有很多雅医的角色 是吧 这个问题我们担心着 但有一个 即使有了这个角色的话 很可能的雅医点 就是在白人主演的边 你就做个配角 基本上我们想 无非就是这种情况 是吧 所以你说在这 然后你可能是 有饭吃三年 三年没饭吃 是吧 就是这种 老是这种边坡 那你是不是受得了 作为一个小女孩 到那边 所以我们确实是 非常担心的 对于大家 就是作为华人家长 我们都是想过这些事 但是后来呢 想来想去 最后觉得 他很坚 他自己很坚决啊 就是说 你看他高中都不上完 实际他在高中里边 他在学校里边 也是成绩很优秀 另外他也是拉拉队 他应该体操非常好 又会华人华兵什么 也参加很多 这种比赛 所以他对表演 他不怕 他并不是学 他学过一些跳舞啊 什么这些东西 然后他就是在学校里边 已经是拉拉队 那么在学校里拉拉队 实际上在高中里边 要不然就是football 你参加这个篮球 橄榄球队 要不然就是参加拉拉队 你就参加拉拉队 这都是 所以在学校里边 他实际上已经是 很顺的了 然后他也最后 当了拉拉队队长 所以又亚裔华裔 去当拉拉队队长 也不太多的 他们那些 我们学校里边 基本全是白人 因为我们在住的郊区 基本全部是白人 他也在里边 还能够出众 所以他没有太感觉到 好像有多少人歧视啊 虽然他觉得 这里边是少数 整个他们那个毕业 600多人 可能就那么五六个 是华人那样 他在里边 但是他并没有 他教了小孩 小孩呢 所以他就 他就觉得 他就是美国人了 他可以到美国来过去闯 我们跟他讲 实际上不那么简单 你到好莱坞去 就不是那么简单 但是他还是愿意去 最后还是让他去 我们最后还是决定 还是支持吧 当然我们说 觉得既然小孩 有这种有这种愿望啊 还是支持他一下去 所以就这样 最后他 实际他才十岁吧 那时候 他就就去西安 还没高中 没上完 上了十年级上完以后 所以第十一年级 他才 他是怎么上在美国 是上的是 网上 网络上自己上高中课 他妈妈陪他到 那个 专门一个人 得陪他到好莱坞去 住在那地方 因为他一个人太小 又不能签合同 又不能做事 所以必须有一个 所以 对 所以他妈妈陪他这边来 接受这边的演艺训练 然后同时也在上高中课程 是吧 对 就是一边 帮他找A警 帮他找 哎呦 这些东西是挺难的 但是确实挺纠结的 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 真是不容易啊 好的 好的 对 我想每一个父亲说起 这个故事都是很长一段的 要说啊 三天三夜可能说不完 那个没关系 我们同样的问题啊 问一下 邢先生 您女儿当然不是演艺 但是 她是写作 而且她本身 好像也不是学习写作的吧 您女儿是怎么走上 这个演艺 写作和制片的这个过程呢 您说一下吗 我们 我们那个大女儿 她的中文名字叫 星 丽美 她嫁给一个 Andy 温 温家宝的温 所以她用的名字是 阿比哥 听 温 她从小喜欢写日记 天天写 没有 一年365天都在写 然后还有她很喜欢 给她的那个 双胞胎弟弟妹妹们讲故事 对写书是她自己的选择 我们没有鼓励她 也没有反对她 但是我们跟她说 从小我们就鼓励她好好学习 要做一件事情 要做最好的努力 最好的结果 一定要考上哈佛大学 为什么 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我们家 有一个故事 为什么我们的大女儿 一定要进哈佛大学 所以她在1995年 毕业的时候 得到前半287人 学生 她是第一名 然后拿到总统奖 她的那个中品级是 4.78 4.0是等于A 她的中品级是4.78 她把所有的AP的 各程都念完了 OK 然后她从哈佛毕业以后 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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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那个美国共和党的 Elyseptor 精选共和党的 总统候选人 工作了大概 三四个月吧 她没有 她没有 Elyseptor没有当 被选 美国共和党的 那个 候选人 她回了 回Columbia大学 念法律 OK 她为什么要念法律 就是她 她在小 中学 高中 11年级的时候 就跟我们说 爸 妈 我不想当那个 在美国当科学家的 苦力 也不想当医生的苦力 我要 我要去念 法学院 为什么法学院 因为 独于我们的 我们要保护她 从法律上面来保护她 不是我们的 我们要争取 她说 我就当时就问她 你想当 律师也会说 我想当美国的 那个 Spring Court Justice 那我就 我就心理上 有自己 就安排她怎么样 因为这个纽约 她第一本小说 台北爱心船 是她第一本 被发表的小说 第四啊 这是她第五本的小说 她在写小说的话 十年以前 十年 十年以后 才开始 第一本被发表 前面四本小说 不容易 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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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 她有一个 好的一个 一个高人 就叫她 你要去 学一下 去 怎么 如何去 学 写这个小说 学校 前面 最好的学校 就是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Writing 你去那边 然后她 那时她在Intel工作 工作的话 礼拜一到礼拜五 礼拜五晚上就坐飞机 到那个Oregon 从Oregon 然后 一个周末 然后礼拜 礼拜一早上 从Oregon回来 就再 再去上班 这个车考了一年 拼音以后 第一本 她第一个 Draft 发出去以后 得到一个 她的几个 牙医的朋友 我很 我很幸运 就是我能够看到 她的Draft 然后Draft 她的那个初稿 初稿我看了以后 主要的是 我把她的那个 中文 小说里面 有写了几个中文 我把它写 改一改 是用那个罗马拼音 把它改出来 然后另外一次 我建议她怎么 怎么去 讲一些 一些地方 然后她就接受 然后她就 把它改了 这个这个过程 是非常非常痛苦 也非常非常困难 第一她还要上班 第二她还要照顾 她的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 一个是专门搞 那个高科学 喜欢 喜欢建那个robotic 第二个 是非常喜欢音乐 都是每天都在 在弹钢琴 弹小提琴 还有compose 这个自己的音乐 所以 然后还有一个老公 OK 所以非常困难 是的 然后 是要照顾家庭 典型的这个 亚裔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照顾孩子 照顾家庭 照顾自己的事业 然后还在不断 追求自己的梦想 这个非常非常好 因为实现原因啊 我们要进一段 工商服务 工商服务之后呢 我们也聊一聊 这个 两位父亲都说过啊 不是那么一帆丰顺的事情 今天 能够像 帕拉蒙这样的电影 去拍他们的这个电影 或找到这些人 来演这个电影 看起来很风光 但是背后 都经历过困难 挑战 当然可能有一些运气 我们工商服务之后呢 再来讲 他们的故事 我们先进一段 工商服务 欢迎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 回到2023年8月1日 礼拜二 东西岸联播节目 尖锋时刻的现场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余昊 今天呢 我们在线上请到了 两位 算是华二代的父亲啊 第一位呢 是爱在台北 主角Sophie的扮演者 张晓星 Charlesi Zhang的父亲 张晓言博士 第二位是爱在台北的制片人 也是剧本作者 秦丽美 Abigail Hing Wang的父亲 Rae Hing 那么 从父亲的角度啊 我刚开始问了一下 他们是不是支持自己的女儿 从事这个跟好莱坞演绎有关的这个事业啊 大家都还是经过一番挣扎的 但是 两位这个女儿都确实是用自己的实力啊 证明了自己 特别是我刚才看到说 这个Abigail 写了四本小说 全面四本都没有出版 第五本只才出版 而且一出版就是 纽约的这个 被纽约 New York Times 评成这个best sell 这个书 真是确实是很振奋的一个消息 但是 成功啊 我们都会容易看到 成功的人也尽量会被邀请到节目里面来讲 但是我其实更关心的是 他们在进入演艺事业中啊 碰到这些困难和挑战 我想先请张小言博士说一下 您就 因为咱们时间有限 您就说一个 就是Charlesey那么小 进入到好莱坞 还妈妈陪着 我相信妈妈可能都辞到了自己的工作 这么大的付出 那么他有没有曾经觉得说 哎呀 这个实在是不行了 我准备撤退了 有没有这样的时候 张博士 有很多次 我想是这样 有很多次 每个家长都一样 有很多次都在想 是做的对不对吧 我们也不知道 你就把小孩送那去 他要演 多少演到哈莱坞园 最后都没有出头之日 就随便演几个小角色就完了 这个肯定有可能 这么多付出和费用 和这个投入啊 可能最后都没有得到结果 但是小孩自己呢 很执着 所以我们也是很纠结 最后还是觉得 但是从小也看到这孩子 确实他挺有主见的 而是自己 就是你要他坚持 你能讲个例子 讲一个故事 对 比如讲啊 就是说 这样不就讲吧 就是说 比如说乔星 他在那个毕业的时候 他毕业的时候 他上大学比较早 他还挺争气 他到了西安以后 自己上高中 然后上高中 没上到11年级的课的时候 就考了一个PSAT 都没有考SAT 考PSAT 他考的成绩不错 结果没想到 南加州大学呢 有一个special program 就给这个junior 不是senior的 给junior的 就他就申请一下 结果一下就申请上 还得到了那个大学的奖学金 所以他就16岁就进大学了 所以对我们是解脱了很大的 要不然的话 我们孩子陪着一学校18岁 那个他妈妈就很辛苦了 因为有个大学 他就住在学校宿舍 不管怎么说 就还是好一些 然后你觉得安全一些嘛 小孩小女孩 所以他那个还是挺不错 他进去 进去以后呢 又是在南加州 他说别学校不去 就要在南加州大学上 因为南加州大学 他可以去audition 他可以去演角色 但实际上也是经过 多少次镜头不行啊 找这agent的很难的 他妈妈是付出了多少代价 帮他弄 但是最后还是找到一些小角色 是迪斯尼的一些演 他就开始演一些东西 他自己还觉得 就觉得还是有一定的 可能性吧 但是这个还不是 我跟你说 最有意思 就是他最后毕业的时候 我们觉得 你演演就试一试 差不多了吧 到毕业时候呢 我们就说 我们都帮他找好了 这intern啊 找好一些关系啊 就是说你去上公司去工作 他自己也做过一些intern 但是他回来 有一天就是那年 那个他的毕业前一年啊 当然他是2017年大学毕业 2016年的年底的 那个孙大学 他突然回家了 大家一起来 我们来过节什么 然后突然他就跟我们讲 他说我明年5月份毕业 但是我决定 不去找任何工作 我要在好莱坞再打拼几年 一下把我们就吓住了 我们觉得 哎呀 反正你也是了 你也演过一条角色 一次你也可以弄一些 你也有了 你也尝到一些前头 疯狂 但是现在 你还是应该找一个稳定工作吧 我们当然就这样 谈了很久 在家里 但是最后 我们达成了一个协议 就是说 他也很有主见 这孩子 他就说 不行 他也有个理由 他说我现在20岁毕业 人一般我同学都是22岁毕业 大学毕业 我呢 你们最后 我们是要和 就是和最后同意 就是说两年时间 做一个test 那么他也同意 就是两年 两年你找不到什么大角色 你演不出什么东西 你不能解决你自己生活问题啊 那你就要重新考虑 他说他同意 他两年以后不行的话 那是17年吧 他就说那我就回来 再上NBA啊 或上什么master 我再去找工作 他说我也跟 我也不耽误 我跟别人大家 是年龄是一样的 他就同定年 他是这么想 后来我们就这么 达成了这么一个协议 这也挺痛苦的 当时我们说 也真是不知道 将来未来很 所以后来就让他 然后17年 他毕业以后 17年18年 都很难的 找一些小角色 做点广告 稍微能中点生活费 能维持生活 但是没有什么 但是没想到 他这个努力呢 最后呢 就到19年 突然一下 他碰到一个运气 就是那个Netflix 要拍一个那个 电视剧 这一集白人为主的 叫那个 Daybreak这个电视剧 一共13集 其中需要 给这个男主角 找一个女朋友 但这个女朋友 他有两个女朋友 一个是白人女朋友 还有一个女朋友 那是 一个雅提的女朋友 没想到 在这种情况下 他去咬的一身 他就中了 中了以后 进去 在那里边 一下13集 他大概演了六七集吧 对他来说 一下他就 一下突然就碰到 运气会就演了 而且是给那个主角 当girlfriend 这样 所以 那个 而且里边对他形象 还算是比较正面形象的 不是那种 雅一一贯的形象 都是服从感染的 不是 他是很恰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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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圈 然后完了以后 接着又又又又去 audition 又得了一个 就是这个 Titon 另外一个那个 那个那个 Super Hero 那个那个 就 DC Universe 这个电视剧 他在里边演一个 叫 Rose 叫 Rose Wilson 是吧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角色 这个角色 也是在 卡通书里边 他才写 他也演得比较成功 那个 黑色那边 他也演了很多集在里边 演是个打武打的 有超级 超级power 这种特殊 特技功能的人 所以这两一下 就把他又又又起来 所以他19年的时候 所以他总是说 这个过程中啊 他是有坚持 但是也 也有一定的运气啊 我觉得 我常常说 什么是运气 什么是运气 就是那些 长期准备好的人 在机会来临的时候 他们抓住了这个机会 所以没有他当时坚持 他可能也很难 就是说 坐到今天这个地步 那么同样的问题 我其实想问一下 Rey啊 其实先生 您女儿 做了这个工作 他不是一个 目前的演出 那他在进入 写作这个行业的时候 又要应付自己的事业 您知道不知道 他有没有想放弃过 或者说他有时候 觉得自己坚持不下来的时候 他为什么后来 又坚持下去了 您能说两句吗 班辉 我讲一下 因为他的第一个小说 就是 台北爱心传 拿到了那个 纽约时报的 2020年 Young Order Bestseller List 然后被那个 Ace Entertainment电影公司 看中了 他才开始 有制造电影的想法 然后经过一年的谈判 才成功 在这方面的话 也要插一句话 就是说 因为他在英特尔当律师 他有他的三层领导 对他非常照顾 他就告诉那个 他的老板的老板 也就是说 因为他在英特尔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当那个 International Legal Council OK 然后他老板就说 他告诉他老板 他那个小说已经发表了 现在要跟他们谈判 关于做电影 然后他老板说 没问题 我们支持你去做 但是要注意一下 像他在英特尔的时候 他们的大老板就说 你必须控制两个重要的 在电影院里面 两个重要的东西 一个是 你不是producer 而是你是executive producer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要有一个controlling thing 也就是说 你的电影明星 选择是你要有说话权 也就是说 在这方面 他就说两个很重要的东西 然后他就说 那个script 那个电影里面的 不能够太离谱了 不能够太离开 他自己写的那个小说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 他希望所有的电影明星 都是有牙裔血统的 OK 他的那个main character 是一个 他爸爸是一个英国人 他妈妈是中国人 英国出生的 那个main actress 也就是ever 他是越南人 他父母在越南 美国在越南打仗的时候 他父母放弃了他 而是在美国 罗杉矶一个journalist 把他收养 把他养成长大 所以其他的 我就看到了 其他的都是 都是亚裔 很多都是中国 包含着那个 Chelsea John OK 他们 我不知道 怎么样 他是怎么做 那个电影 我只知道的话 他告诉我 在那个 在台湾 哪个制造电影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objective 一个目标 一定要把这个电影 拍好 一定要把这个电影做好 让世界上 让美国 看到我们亚裔 我们中国人 能够在这个文艺方面 电影方面都能够出头 这是他们的最好的objective 然后 然后他们在 在这个拍电影的时候 非常合作 OK 最后变成 刚才我也提过了 最后变成他们 就是这 就是好朋友 OK 好的 好的 非常感谢你们的分享 因为时间原因 我们要进展工商服务 工商服务之后呢 我们再继续谈 这个电影啊 这个拍摄过程中的 一些一些趣闻 还有两位父亲呢 在美国这么多年 看到美国华裔的一些变化 也听听他们的分享 好 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 欢迎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 回到2023年8月1日礼拜二 东西岸联播节目 尖峰时刻的现场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余浩 今天我们在线上 请到了两位 华二代的父亲 第一位是电影 《爱在台北》 索菲的扮演者 张小新 超最章的父亲 张小元博士 第二位呢 是《爱在台北》的制片人 也是剧本的作者 刑立美 《爱在台北》的父亲 《爱在台北》 那么两位父亲啊 都刚才讲了一下 对自己女儿 参与这种演艺事业 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啊 面临的一些艰难的选择 和碰到的一些运气吧 那么这一段呢 其实我想先问一下 张小元博士 您觉得就是从电影这方面啊 其实华人的就是 我们在美国看到 表现华人的电影 其实真的是很少 我觉得像Jackie Chan啊 包括李小龙啊 他们虽然也是表现了 华人的文化 但是是非常片面的一小部分 真正华人 华尔代在美国生长中 所碰到的这些困难 其实是很少有电影说的 可能还让我想到的一部 就是《疯狂的亚洲富豪》 那个其实也指的是 非主流以外的一些电影 当然还有一个呢 就是杨子琼上次演的那个 有人翻译成天马星空 也有人叫做 翻译成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名字 叫什么顺息全宇宙 除了这些电影 我真的很难想到 对华人生活 更了解更多的一些电影 所以张博士应该说一说 就是电影在华裔社区 和华裔文化里边 这个电影表现了 哪些华裔的这种生活 还有文化的一些重要性呢 我觉得这个《爱在台北》这个电影吧 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发出来 我的女儿本身也感觉到 就是说她是以这个华尔代自己的笔触和这个视角来看他们的生活 所以涉及到他们的identity 他们的身份认同的问题 需要他们自己的文化 需要他们自己在美国生长当中碰到的问题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而这些以前的那些 包括你刚才提到那几个雅不介都没有 都没有涉及到的问题 所以这个我相信应该对青少年 特别是华裔青少年 应该有很大的吸引力 这个是解决他们内心当中的一些世界 内心世界的问题 包括我女儿在拍电影的时候 她是她第一部 她是全部是雅裔和华裔这样看 这样的一个点 她以前演的都是跟白人 白人为主一个晕倒的 她在里面做配角这样 这是她里面演比较主要角色 而且是全部是华人 当她到台湾去拍 要用中文 很多地方要用中文讲 对她影响很大 就是她对自己的身份感 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上讲 我想如果能对我女儿 本身她演这个节目就一对她影响 我想会对很多华人 对话二代三代 他们有时候跟父母都不好讲的一些 懒孕和非礼 一些感觉在这个电影当中 把她反映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贵 而且这个呢 是白人的一般的这个写 写不出来的 所以只有像艾利哥这样 就是她有亲身经历过这种 她亲身体会了才能写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用我们自己的语言 讲自己的故事 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 就是这个电影 给我 我就看她片花 然后听我 我也看过她这本小说 然后也听我女儿在讲 她自己也感觉到 她说她以前演这个电影之前 她跟其他的亚裔的这些演员 接触不太多的 她的很多朋友都是 都是这个 其他族裔的黑人演员 白人演员 还有拉丁裔演员 她就这也比较多 那么这一次 突然间她到台北去发现 他们这次是 好莱坞只拍四个吧 四个主要演员 两个女儿 两个男两个女儿 去从好莱坞去 然后剩下的演员 都在当地找 当地他们整个演艺团队 是三百多人的 所以后来在那开两个月 两个月时间 她接触的各种各样的人 都是跟她长得差不多 都是一样的面孔 对她感触是很大的 所以这是一个 我觉得这个电影 有很大作用在这个地方 您刚才 您刚才说那句话 其实有感触 就是我觉得他们 就是会有一些 在成长过程中 所碰到的一些困难 甚至难于启齿 跟父母讲 有很多原因 可能父母没有碰到 这样的问题 或者说父母 就是我们应该这么承认 我经常跟我的小孩讲 就是我跟我的父母 我跟我的父母也讲 就是我跟我的父母 其实都是属于华一代 就是我们的成长经历 我们的很多教育 都是在其他的国家完成的 到了美国来 我们都是重新认识这个社会的 可是我们真正出生在自己的华尔代 他们是非常明显的看到 我们对于美国文化认识的一些缺失 还有对于美国社交的一些习惯的缺失 所以他们有一些碰到的困难 他们觉得我们是没有办法帮他们解决的 那这里边呢 我相信这个电影里边会有非常详细的一些描述 还有一些就是他们自己内心的一些挣扎 比如说我看了这个片花啊 我也觉得就是当他们这些人 作为一个华裔的样一个面孔 甚至可以讲比较流利的中文的时候 当他们去到了台湾 或者是去到了中国大陆的很多地方 甚至去到了新加坡 或者是马来西亚的一些地方 可以讲华语的 别人还是把他们当作外国人看 甚至把他们当作美国人来看 这对他们的内心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我相信我们的华二代啊 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所以我也很强烈建议他们去看一看这个电影 看一看他们的这里面表现的方式 以及他们处理的方式 那么说到这呢 我也想问一下瑞啊 就是为什么 你看过这个小说啊 你又不觉得你知道不知道 为什么Abigail会写这一个小说 或者说这个小说里面有哪些东西 让你感触最深的一点 台北爱心传的Abigail自己的经验 Experience 因为在1995年他毕业的时候 拿到了美国总统奖 然后台湾政府要给他讲 给他那个Free Right 所有的费用都是台湾政府来给他 因为当年大概好像有10个或者12个都是 华裔的那个Presidential Scholar 拿到总统奖 他们都到台湾 主要的是学习中国的文化 不要忘记自己从哪里来的 自己的根 然后还有学习那个语言方面 我非常同意主持人讲的话 我也非常赞成那个张教授所说的话 因为我女儿从台湾回来的时候 整个人就变了 真的变了 变了有自信 OK 我不能够做的事我一定会做好 我要显示我的自信 显示我的努力 显示我的成功 要讲自己的故事 所以在总方面他说 回来的时候他跟我说 爸 我去了台湾拍几个电影 我不是叫人家是怎么去演 而是我从这个所有的演演的里面 都写到很多很多 以前没有写到的东西 当时我非常感动 OK 然后我可以讲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生意 然后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也可以给一个 一个example OK 我是1967年 1967年还没有到 13岁的时候来美国 当时印尼排华的时候 我父亲有两个险子 一个把我送到中国 一个把我送到美国 然后我妈讲了一句话 她说老爷 你那个宝贝儿子 从小没有受到苦的话 不如把他放到美国去 那是56年以前 OK 我就在美国就生活了56年 我非常非常lucky 为什么 因为我碰到了很多 很多白人 黑人 华人 亚裔人 都对我的照顾 从1967年到我进大学 然后到我大学毕业以后 然后大学毕业以后 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也就是 我不晓得 大概你也知道 关于Vincent Chin 成果人被杀事件 成果人被杀事件 被杀事件 然后 参照了一个OCA Organization Chinese American的 参照人 叫做Alex Mark 他是两个参照人之一 然后他 刚好也住在 Soulon O'Hare 就在我住的地方 然后他培养我 他告诉我们 说我们要站起来 要speak out 讲出来 人家骂你的话 你也要把他 叫做你自己去想一想 如何才会骂他们的 可以 所以我给你一个 example 1980年 我第一次到中国上海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 我写了一个报告 我那报告写了以后 我就告诉公司 我说 英国是有化工公司 然后我跟公司说 将来 一定要在中国发展 在中国发展的时候 我们应该在上海 建了一个储关 把我们的产品 从美国放在储关里面 然后再卖出行 有一天 突然间 我们有一个 副总经理 跑到我的办公室 把我臭骂一灯 他讲的话也很粗鲁 把我臭骂一灯 他说 只要我有一天 当副总的时候 我不会跟红色中国做生意 然后他就走了 我就坐在那边 待了一下子 经理很气 很怒 但是他已经走了 我也没回 然后我回家的时候 我老婆说 你不是在欧西 学到一些 如何对付枪 这种的网吧单 然后我想一想 然后他说 明天早上 你跑到他办公室 也把他凑卖一灯 我是非常 听我老婆的话 我就第二天早上 我看到他进了他的办公室 我就跟着他 我把他 我进了他的办公室 我就把门关起来 我就把他凑卖一灯 他说 我就当时用这个三四斤 我要他妈的 你昨天跟我说话的话 是很粗辱的 你要把他拿回去 然后我就把他 公司叫我怎么写 我看到的东西 要把它写下来 要归报给公司 如果你不同意 不是我的问题 然后我就出来了 出来的时候 我两个脚就是发抖 然后这个 这个付总组理 最后 变成我的公司里面的 那个干爹 保护我 培养我 当成一个很好的经理 就是因为 因为欧西叶 在欧西叶 每年我去参加 他们的活动的时候 OK 我学到的东西 用写到的东西 来证明自己 对 然后那个 副总经理 快要退休的时候 他说 哪一天 你是我们公司里面 第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 骂过我的人 所以我觉得 觉得我培养你 所以有时候 我们 我们华人的话 在这个 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不要把它放在心里 能够讲出来 就讲出来 因为了不起 他把你干掉 叫你离开公司 那自己有能力 自己能够 自己能够做的 我就是想跟大家 我觉得 我分享的非常好 是这样的 我跟你说 我的感觉是 如果他骂了你 你也没有 你也没有说什么 其实这个是 公司交给你的事情 其实他也不会 看得起你 他也不觉得 你是一个对公司 有价值的人 非常非常 我们并不是说 我们并不是说 要求我们每一个人 在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 都要去激烈的爆发 都要去激烈的反抗 我们更多的是 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 学会一些应对的办法 就像我刚才说的 其实包括百人会 包括华裔民选 官员学会 李美科学 OCA 等等这些团体 他们不断的在告诉我们 给我们提供很多工具 很多指导 怎么样预防 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样的发生了以后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 怎么样去处理 最后是让别人意识到 我们亚裔的价值 我们拥有两边不同的文化 我们理解不同的文化 我们其实是叫什么 双刃剑 这个其实是对美国发展 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工具 因为时间原因 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 工商服务之后 我们再继续调论 爱在台北的电影 以及听听这两位老父亲讲一讲 他们在美国打拼的过程 我们先进到工商服务 欢迎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 回到2023年8月1号礼拜二 东西岸联播节目 尖锋时刻的现场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余浩 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 都是有个女儿 在好莱坞打拼的 第一位是爱在台北 这个电视的 Sophia的扮演者张乔兴 查岁章的父亲张小元博士 第二位是爱在台北的制片人 也是原剧本《台北爱情传》的作者 刑力美艾迪盖尔的父亲 Ring Hing 那么两位父亲 刚才都跟我们分享了一下 这个女儿在整个的事业过程中 遇到的这些艰辛 以至自己的坚持 那么节目最后 我们只剩下三分四分钟 三四分钟的时间了 我想麻烦先请张小元博士说一下 现在好莱坞演员工会正在罢工 这个电影还能播放吗 我们怎么看这个电影呢 电影是可以播放的 而且电影现在是在Paramount 在网上播放 通过网络 Paramount Plus 所以我们也邀请大家都来看 我觉得今天关心 华二代的发展和成长 这个电影 只要你有Paramount Plus 甚至它有Free Trial 都可以上网看 8月10号正式开始 邀请大家都来看 我觉得这个对华人 特别二代的发展 是一个动药的里程碑 他讲出了华二代内心的心理 对身份认同 对美国社会 对自己的身份认同 对自己的发展 各方面的这些问题 他都揭露出来 而且这里边有一个很正面的形象 从这里边也展示出来 而且都是亚裔的演员 所以我觉得很希望大家都来看 也让好莱坞看看我们华人 通过自己的语言来讲自己的故事 对我觉得这个 这个Paramount 这个电影推出 其实也是对亚裔的这么市场的一个测试 看看亚裔人是不是关心自己的成长 因为我相信很多 其实美国的这种青春电影 拍的深度 以及它的广度 以及它的文化的这种 此外程度 多元化程度 其实是比不上这个电影的 我只看了短短的一个篇花 我就觉得这个里边 如果家里有青少年的话 一定是需要看的 那么最后一分钟的时间 我想问一下 魏先生 您指导了这个电影 然后这个电影现在也准备开播了 您有什么想对我们听众说的吗 我先讲一下关于远远工会大巴工的事情 我个人的经验 您大概只有一分钟时间 我非常支持 有创造性的人 尤其是在文艺方面 或者科学方面的定义 发费了我们中国人民 创造的精神 不管他是在美国 或者在中国出生 然后讲讲关于Paramount Plus Paramount Plus的话 如果你家里有个Cable的话 你自己可以上网 上网的话 今天早上我做了一个 是在我Samsung的电视里面 我可以看到Paramount 给我六四天的免费的trial 然后在我的那个中国 要六四天 在海参电视里面 他给我七天的免费的 不要付钱的 然后如果要的话 他要九块钱一个月 然后Paramount就是因为 他本身把这个 这个从Ace Entertainment 把它买下来 然后所以 因为买下来的话 没有超过一个亿 所以他不会在 电影院里发这个电影 发这个电影 然后最后我想 我想跟那个张教授所说的东西 也非常相似 如果像我所说的 我们的目的 是我们要支持我们自己的人 亚裔 尤其是中国 美籍华人 如果我们不支持我们自己的人 其他人都不会支持我们的 再次我想 谢谢主持人 给我们的机会 讲述一下我们下一代的努力 而是成果 等到这个罢工结束 我有机会 我一定会请两位 这个非常优秀的华尔代 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经历 张博士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补充最后一句 这个 他这个这本书是三级 第一本是Love Boat 台北 第二本是Love Boat Reunion 第三本是Love Boat Forever 现在第一部被拍成电影了 现在第二部正在排 然后第三部 11月份就要出来 所以这也非常重要 现在我们大家都来 第二部影片能不能排 跟我们第一部影片的收视率 是非常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都来支持这个事情 支持华尔代 推动他们成功 祝他们成功了 好 希望你们的这个电影大卖 大家记住Pyamon Plus 可以有免费的时间去看 好 节目的影片上这里 我们时间到了 我们再一次感谢 爱在台北这个电影 Sophia的扮演者 张乔新飘碎张的父亲 张乔原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主持人 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罗杉矶观众 好 谢谢两位 我们下次有时间 希望带了两位女儿 能带我们的节目来 再次跟大家聊这个故事 好 谢谢各位 我们明天继续继续 谢谢您我们的节目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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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